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今天的經文有一個 吳朵第三位 其實是老闆御嶺十七千 九十九十一十 我自己說 請你歡迎 十七千 九十九十一十 這樣說 我為了 雅蘇 這是雅蘇最後來開這世間 在 在本上的基督 他說我為了雅蘇 沒有為了雅蘇 修 為第一所修修佛我的雅蘇 因為雅蘇是你的 雅蘇是我的 都是白了你的 你的也是我 而且我因為雅蘇就應了 對大了後 我沒有在雅蘇 雅蘇是雅蘇 我對你那裡去 對大了 由於他們的 美生所佛我的 名字 有雅蘇 給他們 可以 合志為營 請求難 自由 由於我們今天 成立在這裡 在建範的上帝 大家 每個人都很緊張 在看世界有什麼事情 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 昨天 就任 一個國家的總統就任 竟然 成為全世界眼目的焦點 大家 每個人都很緊張看 看到他的舊任職 他叫什麼 到底說什麼 一個國家 一個領袖 他竟然能夠牽動整個全世界 領袖 這樣來看 領袖要變還是沒有要變 領袖要變還是沒有 領袖要變 領袖要變 所以要選出什麼 這樣的領袖 稱為領導我們的 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這裡領袖出來之後 你要把我們帶往哪裏去 你要把我們帶往哪裏去 所以 咱們是他的舊任職 大家在聆聽他的糾正詞 你要把我們帶往哪裏去 現在咱們的舊任職 講完了之後 後來大家要來看 要來檢驗 到底你說的跟你做的 你承諾的 跟最後的結局 能不能一次相秤 我相信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 由於你的一生要往哪裏去 你的一生要結出什麼樣的果子 讓上帝照你的祖物 來從你身上收穫 一個死命放在世間幾何十年 你這個幾何十年 你能夠做出什麼 到這幾何十年 請問你應用幾何人 來盛罪 上帝兇子 真是到我身上說 過的人很 驚無故 我就是第三代 第四代的基督徒 他老人也問你說 請問第三代 第四代不知道到這幾何故 也影響一個人 我想那個是一個很殘酷很殘酷的結論 OK 各位 我們看到張這個 這個 他的情形 我想在這個地方 我們已經 在我們的群組裡面 我們很多人給大家分享 我希望你看過他 如果我 是一個 我反對他 對他 對他沒有信心的人 對十年 我看到他的 我的感覺 那就祝福 我很期待 我要看見 所以我會支持 因為他的願情是要帶給美國 假設一個偉大的國家 給他的精明 我們自己的福氣 給他的精明 我們自己的福氣 我想假設一個國家 一個政府 他最重要的就是 讓他的人民 能夠因他們門府 我想那個門府的不是中央 門府的是人民 每一個托付他的人民 這個是重要的 所以你的存在價值 你的使命感 在哪裡 你royalty 你忠實的對象是誰 我想 信念很重要 團隊很重要 執行力非常重要 聽說我現在有事情 我不知道你什麼來 可以幫我找來看看 所以 他現在把全美國最優秀的 去到達郎 併在演內閣 對 聽說你跟這些內閣 說我們都沒有分量 是不是 是真的假 OK OK 今天我們在定討 不過我發資料都查證這樣子 他的意思是說 我們健康真好 我們夠用 我們所有的人 拚到一個機會 讓我們同心合一來 照顧我們的國家 不可能 美國在地大 中央政府在地大 中央政府在地大 最嚴重世界 但是我們的人 你沒有工作 我們的工廠空中外移 所以 令人所有的 這些土地學家 要把你們的工廠空中 都違規在美國 這樣每一個人都有工作做 做一個總統 他這樣是對的 因為你要造福的是你身邊的人 由於我們的教會在這裡 我們的教會在這裡 到底教會在這裡 我們該做什麼 我們該扮演什麼 我們的使命是什麼 你講這個一個祈禱 你講這個圓後教會 你的使命在哪裡 你的托付在哪裡 今天我講這個 傳福音相愛合一 在哪裡 最大的使命是什麼 大使命是什麼 傳福音 OK 如果這樣 無數的存在為的團樂音 中路的存在為的團樂音 全數的存在為的團樂音 團結的 貴長 幹部為的團樂音 如果這樣 我們每天 我們每一次機會 我們在做什麼創備 傳福音 影響別人 成為一個最主要的 影響別人 所以 我們都是為了傳福音而存在 因為那是最大的一個使命 就像美國的總統 就任 他最大的使命 不是照顧別人 而是照顧他自己 國家 土地 跟人民 每一個教會 每一個教會 都是對家人開始 所以 我們要自己 門復 然後我們要 努力使人 因我們門復 所以福悲滿意 對得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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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 緊緊緊緊看看 我是一個門恩的人 在你每天的生活裡 你一定要讓自己 成為我是一個門恩的人 在我們的生活 我們有許多的問題 但是你相信一種 I trust in God I believe in God 我相信相對 我信仇相對 我信仇相對 今天我的苦難 只要我來堅定站在 有一個這樣的苦難 會變成我的祝福 會變成我 與別人分享的一個基礎 所以這是一條件 傳福音 就是傳福音 要有效 傳福音要有效 兩人一條件的 就是相愛跟惡意 你要傳福音給人 結果你們在那裡完結 傳福音給人 拜託 我一直常常在聽到這樣的 我很難過 成為一個傳福音的人 但是他私生活 有時候在傳 跟人家在一起 然後在講 那一個人的軟弱 那一個人的軟弱 但是你身邊的人 明明就是你 自意要傳福音給他的人 這是你讓他 不斷在從你軟弱 聽到你在說別人的軟弱 這是相抵觸的 你如果要團合音給人 你跟你吃 一個目的 你的讓人看見 你跟別人是相親相愛的 你如果要團合音給人 要團合人看你 你跟別人是很容易相處的 你把老伯 老伯甚至你的父母親很難纏 但是你跟他很容忍 我想你的孩子很不乖 但是你讓人看見 你對孩子的態度 讓我們感動 那個就是傳福音的本質 你讓人身邊有太多太多的不如意 所以到底我們親自圖或是長職 我們在這裡為自己傳福音 我們做了多少的裝備 來 幫幫幫幫幫幫 謝謝 所以今天第一句話是團合音 現在是知道他的體 所以如果在美國 很會對 美國跟加拿大 在這一個時刻 你每天在電視上看到的就是 每天在傳遞這一個人 每天在傳遞這一個人 每天都在見 你如果要發覺王進才是誰 有幾個人 你認識他 你大概就知道王進才這個人的走向 甘地 印度的甘地 如果對聖經亞蘇吉隆堡 高樓 讓他過來運動的甘地 Martin Luther King Montrever 你告訴我 Montrever 生命是 宗教被買回來的 不是廉價的恩典 假如這個宗教 你要換到一個宗教的時候 我經常把自己 掛在一個 剛所線上的生活 因為每一個人 你的生命 真的是非常寶貴的 那這個人 Martin Luther King 是一個黑人 是一個在美國 每年在這個一夜 中後旬 下旬 都整個電視 都在工醫 因為這個人 牧師 我三十幾歲都 講大聲 但是他說 他說的話 他說 因為他很大的運動 還變青蛤的工 還有他的生命 跟他的話語 跟他的信念 豐富了整個美國的歷史 OK 那假如 你要成為一個傳福音的人 請注意這一句話 只要你的生命 你定義要成為一個傳福音的人 你無論如何 你要讓人感受到 你的人 你的講話 你的存在 你感動了我 其實他都在 政府跟他們傳福音 叫人來信仰說 傳福音的人 傳福音的人 但是 今天是你給人的信息 跟你做人的態度 讓人不敢領教 只要你的為人 你的人際關係 常常給了很大的壓力 你的觀點強烈到 讓人家不太敢跟你接近 然後你一直要跟人家傳福音 叫人來隨便信仰說 No please 你強烈叫人信仰說 反而把人拖得越遠 離得越遠 所以給人好印象 才能夠對人有好的影響力 信仰不是給人壓力 信仰是給人感動 那 我們講一個傳福音的人 我們講一個傳福音的教會 我們的教會 能不能給人這樣的印象 這是我跟民間那些我跟媽媽的 的兒子 我剛才來那個月的時候 他剛才在我旁邊 他在UBC做教會 到八十幾歲 我三個店都在那間 學校 台學畢業 這一個月的時候 他剛才在我教會 隔牆 揚老院 每次到學請他來 我剛才在我教會 我師父 你是台語男 他還可以說 這是台灣的 他哥哥在他家裡 是 跟他在文間經事 這是 我師母 這個 這個 我們 年輕第二代 他們兩個歲孩 是 一個在台北 一個在中華 他這三個歲的孩子 每年都會相繼好幾次 他們兩個從小 就是好朋友 到了八十歲以後 我在溫哥華 請他們兩個人 請 馬街 馬街第二代 到溫哥華 去 度了一個假 讓他們有 再一次 在八十歲以後 能夠在那裡再相聚一陣子 你說的是什麼 到今天 在八十歲以後 他們留下了許多感人的 他們的生命留下了許多感人的 我想一個人 他可以留下很多 通過信仰的生命的養成 給人看見一個傳福音的人 他有許多加冕的蹤跡 那個加冕的蹤跡 成為影響我的生命 各位我們常常說 我要傳福音 我要傳福音 但是你的生命的特質 你生命的流露 你對人的態度 跟你傳福音是相抵觸的 2014年 我們的團隊 來找我 在老闆大家 在這裡討論 我不會忘記 我不會忘記 這個小會 代表屁幕小組 來找我的時候 他們跟我談 我跟這些 邀請我的人 對談的一些 我每年 我都會拿出來檢驗 但是 各位在檢驗這個教會 當你們要一個牧師來的時候 你們要他扮演他的角色 要他主要的工作是什麼 我們的教會 有沒有同心到位 這個教會 我還是對我回憶的關心 年紀會有這教會的 向心力 會有的教育 社區的服務 健康的團隊服事 我們每一年 一步一步 往那個方向 一步一步前進 各位 但是你投入了多少 請為我牧師禱告 但是為我們的團隊禱告 所有這些意念的展現 不是一個牧師可以 個人可以完成 是一個團隊來完成 每一個人 你這個來賓 你應該扮演一些角色 我們今天要選長老 長老是要有功能性的 一定要往這個方向 牧師 幫助牧師 完成他的使命 這個車 請問牧師 另外一個工頭 要緊要不要緊 要緊要不要緊 有一個牧師工頭 大家 工頭這樣催眠 說給大家人 很好睡 你如果變一個牧師工頭 說給大家人 人很好睡 還是可以 可以 我可以 給大家 把牧師工頭 抓到 牧師工頭很緊 但是他也不在這裡 對我來看 牧師工頭 是基本要件 牧師講到是基本要件 所以他不在那裡 這問題是 他們對國有關 他們對我們的向心力 我們一步一步 你可以感受到 我們的團隊 我們的向心力是慢慢的已經在行程 但是大家如何真的把所有這個通通成為一個整體的完整的 我們的社區 我們希望 大家以為我們教會沒有在做什麼 你如果光看給我們的社區服務 你就知道 我們教會 平常多少人在對外做服務的事情 但是請記住 那不是你個人的工 那是所有人 所有人 大家鳳梓族的 裁剪出去的 所以請為我們的教會贏得 教會這一個家 大家在協調的是這一個家 同樣的福祉和詭異的 大家有一個 在教會有七個重大的目標 對外傳福音 社區服務 健康的團隊服飾 幸福的交易 有效的關懷探訪 青少年資格的資格 健康的團結去想法 我想 今天要對著人到位了 各位 要足夠的帶導跟支持 你要做什麼事情 要有金錢的預算 各位 人到位了 經濟到位了 然後所有的帶導跟參與到位 我想 你可以看見這個教會是一步一步 在往使命 達成使命在到位 一步一步的 我困求 上帝是我們感動 我們大家人 真的 往這個方向 今天會說的 第二句話是 你們要彼此相愛 如果你們彼此相愛是 就知道你們是我的門主 彼此三天 在經濟信仰的中間 我們整個信仰的後面是 上帝聽世間人 上帝是他的独身信仰 主耶穌基督道成做生 在我人間 為罪人死了 犧牲了 破罪了 如果彼此給你幾個時候 這個是我給你們最大的誡命 不管發生什麼事 你們要彼此相愛 兄弟姐妹家人 發生什麼事 不管 你們要彼此相愛 你們要彼此謙卑 沒有人可以爬到 另外一個人的頭上 只是他說 你可以做這個 你不可以做那個 沒有人可以這樣 真正的彼此相愛 是我蹲下來 脫下我的衣服 我一定為你洗腳 沒有謙卑的人格 不可能為別人做什麼 彼此相愛 所以你這個家 你一個人是不是真的基督徒 不是看他動多少教義 而是看他能不能真的脫下衣服來 脫下外套來 然後謙卑的為別人服務 你為別人做了多少 學耶穌的生活模式 那個成分 你就有多少比例像耶穌 所以 最大的還是愛 信仰的總結 信仰的總結只有一個字 愛 愛的旁邊是一個公義 所以你這個家 公義 我告訴你 公義的平准 不是由你我來說 公義的平准留給上帝 人 在這裡 我們只有一個真正的心 不管你是誰 我就是愛你到底 我寫耶穌的寶寧 耶穌靠罪 尊愛出賣他的 尊愛背叛他的彼得 跟猶大 我在學習他 有這樣的精神 只要我們可以在一起 我願意 愛 從最微小的開始 所以每一次我期待 我們 永福教會弟兄姐妹 你在任何一個地方 包括你待會兒 你愛這個教會嗎 那愛 離開你的座位 就把你的座位 整一旦就才離開 聖詩聖經 拿到那個年代來了 拿過去就把它丟位了 拜託一下 我告訴你 我到現在我們看到的信息 在信經有時候 在那裡頭上 你拿像不賣錢的人 會嫁的 拜託 我們都賣錢 你有沒有在看信經 看信息 所以你賣錢 不能夠丟好 到樓下教育店 你坐在那裡喝一杯 你喝一杯 你要走 倒閉都把這些都添去 他都要賣錢 固定位 疼愛從最微小的來看 當我需要了你給我一杯水 當我困難了你來配搬 來帶到 我想 愛一個人 要傳福音節的一個要點就是向愛 讓他感受到你的愛 你的愛越強烈越明顯 他就是自己感受的 你背後的信仰 跟你的上帝 我喜歡 我需要 假如你真的需要 被關心 不要客氣 你一定要主動 跟你的職事 跟你的長老 跟你的小組 跟牧者 主動的發出信號 請不要客氣 因為我們大家到底都是在完成 耶穌基督給我們的使命 你們要去傳福音 但是傳福音最重要的就是反應 反射 耶穌基督的愛 所以不是我們自己能夠 其實我們在創始人間 但是我們都受基督的愛激勵 然後亂來 把這個愛 實際上的愛 反射出去 分享出去而已 因為 月亮本身沒有光 月亮的光 你就會來 太陽 所以 上帝是光 你我是月亮 我們只是在反射上帝 對神無限量的愛 我們要彼此相愛 我們要彼此相愛 在所有的歴史 所有的金丘的 所有的 都能夠說 無論如何 弟兄姊妹 我們要彼此相愛 我們要彼此相愛 在混亂的時刻 還能夠講這一句話的人 你知道嗎 他是一個故大局的人 他真的是一心一意 要故到大局的人 才能夠在混亂的局面 還能夠靜下來說 我們要彼此相愛 所以可以了可以了不要再弄 不要再製造問題了 所以我想 我們大家都在弄了一項 我們是一個愛的團氣 我們是一個愛的使者 我們不是在這裡製造一個議題 讓大家紛亂 我們在紛亂當中 我們來製造愛的氣氛 希望大家能夠從這裡 我們在學習 真的是在學習 因為我們扭受的是愛的聖訓 那是最重要的一句話 愛能夠超越差異 所以在愛的面前 不管你是誰 不管你的觀點是什麼 很多時候混亂 是因為暗的缺乏 是因為暗的缺乏 混亂 不是受不了給我們 混亂 是從撒冷那裡 讓人開始冷藏起來 那不然所有的混亂 中間發生的 都在一場 我想 我們基督主在學習 這樣一個好樣 因為死人 和睦的人 才是上帝的孩子 第三句話說 你們要合一 你看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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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有一些 什麼樣的感動 很溫馨 對嗎 唉呀 跟異類相處 跟異類相處得很愉快 跟異類相處得很愉快 跟異類相處得還能夠睡得早覺 你們看得到 哇 跟那個老鼠 可以這樣帶著微笑 多少人看得到鳥子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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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跟異類相處得很愉快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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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夫婦的到80岁 还能够签证他们的结婚60周年 不是因为他们原本有多么和睦 不是的 不是原本他们多么人格多么相似 不对的 他们都彼此爱是很久忍耐 都是彼此忍耐包容 所以不能够走到那一度 是忍耐跟包容的不足 才使婚姻剖裂出的问题 所以爱有多少从包容跟忍让的不足 来看 OK United We Stand Divided We Fall 英国哈利波特的作者 那一句话 那小题我自己也看 他在说 我们有多重 我们到底有多强盛 就看我们有多少能够站在一起的地带有多大 我们多软弱 就看我们彼此分离的程度 就知道你有多软弱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在一起成为一个教会 是United God 在上帝底下我们愿意学习他的样貌 这也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后的一句话 耶稣给使徒最后的一句话是 你们要二为一 记住这一句话的背景是我们都不一样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但是你们还是要二为一 拼服每一个peace都不一样 但是你们要二为一 就变成一个大的感人的画面 所以爱使我们合一 有爱有合一 我们在完整向这个世界传福音 这个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 好了 有你的谦卑代祷跟参与 有了 我们愿意一起往这个方向 来带领我们 来热心 规划我们教会愿景的 赏脑跟知识 我们选出这样的人 尽量有时间在我们的中间 管理夸出的时间 管理在我们教会的中间 在这里做一个基督徒 他要是一个有来的基督徒 这个家伙 八个基督徒的基本生活 我想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 没有办法 我恳求你 我们教会需要那样的领导者 我们一起来 顺服在主的灵魂之下 你们有人在说我们长老教会 没在做工 没影子没吃 我们长老教会 我们大大的看不到 我们每个国都外来的 没看 我们一阵 我们都对外面 还叫人来 事实上 我们的教会 长老教会 大到每一个市中 都有专门的机构 我们都在联系道 还来刮去 大到你看不见 我们是单独一个教会 在做什么拆传 我们大到真的你看不见 我们是一个方言 我们是一个支援 这些专属的机构 我们长的一心 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真的可以 在同一个上帝 同一个信仰 同一个合一的心灵 我们在培育我们的教会 每一个信徒 不是凭信徒 不是在那边一边的 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正兵 我正耶稣基督正兵 不是我正耶稣基督的兵信徒 当下人了 上帝我们谢谢你 真的师给我们耶稣 做我们的明赛 做我们的救主 做我们的好朋友 做我们的先生 领导我们 怎么走这一条异路 怎么过一个跟上帝合一的生活 谢谢你 让我们在这一本圣经里面 找到一个医学 跟神合一 遵行祂的旨意 让上帝的果能够 因着我们的爱 因着我们每一个人 热忱又谦卑的服侍 就是让人看见我们 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就在这样一个实践下 永福教会 能够成为一个感动人的教会 我本集上的听我的基督 也借着我们的手 把可以成为我们 我们在许多方面模范的人 举出来成为我们的长老 来带领我们 鼓励我们 安慰我们 参与在整个圣工的进行当中 我让你祈祷感谢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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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